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很清晰的 因为我们迟些会讲到 就是敌基督就是他会有魔鬼的能力 他会行一些魔鬼的异能 很多人会拜他超过一切所有的宗教 并且他有政权的 他会有政治的权力 但是你看到人你不用怕他 因为神是比他的大的 神在你身上的计划 神会保守你的 只要你听神的话 神会保守你的 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他叫你拜他 你千万不要拜他 也会受到印记 有些人说这个印记可能就是一个microchip 敌基督就是敌党基督 Antichrist 敌党基督 microchip放在你的手或者额上 可能买东西的时候 将来用他来买东西 现在都有 有些人将资料放在microchip 放在他身上 就可以将资料存在他里面 本来是很方便的 本来是很方便的 但是魔鬼会用这种东西 就是他用它来 你要拜魔鬼 然后你能够做卖 这个圣经所说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想上天堂 你千万不要向这个敌基督让步 就算死也不要让步 就算你全家人说 你怎么搞错 你没有饭吃的了 你说耶稣就会回来的 我去天堂 神一定会照顾我的 就算你家人出卖你 你都不要怕 而且他会控制普世的政权 然后耶稣从天降临 由天上耶稣降临 死人会复活 这是最开心的事 我们有一天看到耶稣从天上降临 所有的烦恼 什么的重担 全部都没了 所有的不开心 全部都没了 圣经说到有三年的时间 三年半 圣经说到42个月 但是圣经又说到减少日子 到底是三年半之后再减少 还是三年半之后再减少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圣经也说到神对基督徒 是有祂的恩典和保护的 但是什么方法 我们不知道 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 但是神会保守你的 死人复活 然后呢 信从主耶稣 我说信从 不是只是信耶稣 是信而跟从 信而遵守的 他就忽然间改变形象 以及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接着有大审判 全世界人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所有的行为都供出来 供出来 按照他的行为 来审判他上天堂或者落地狱 圣经说到审判不是按信心的 是按行为 是你的行为证明你的信心 所以你不要说 我信耶稣 我可以上天堂 是你的行为的 接着呢 基督徒被赏赐了 有新天生地和地狱 其实是很恐怖的地狱 地狱就是一切 所有神的好处全都没了 而那些人落在魔鬼的手里面 是非常恐怖的 我们就是神 求你念悯 救更多的人 我们近代看到的一些先兆 看到澳洲产品是以前的2% 他就考虑不再产米了 因为出米是用很多水的 你想想 本来澳洲出很多米的 但现在澳洲也没有米出 更加东南亚 就是缅甸出米的地方 现在不能再出米 而缅甸的风暴 有12万人死了 四川地震可能有5万人死了 或者更多 因为他埋藏在下面的人 有多少不知道 还有北极已经通道 在夏天没有冰了 即船可以过渡 他会很快的 很快加速 他越来越融 冰多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天气 也是会很快加速的 那些人研究都说 现在的冰容的速度 比他们想象的快 他们以为慢一点 怎料是比他们想象的快 所以地球变异也是加强的 我们看到三藩市 其实三藩市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不热的 但我们前几天看到很热 热得很重要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三藩市都会热 但是三藩市有时候 我们因为太凉了 现在同时 有些人在全世界很热 因为我们在这里很凉 很舒服 你离开三藩市 远一点 过去东湾 已经很热了 Karen 你那里的温度如何? 今早来那里 在你那边? 今天没有家 今天六十多度 前几天你是多少度? 我住在那里 我们已经做一百零二度 我们很难做一百零二度 现在还未到暑假 夏天最热的时候 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下面我们读一些经文 就讲到一些预言 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二节 汉南 必有灾祸从这国 法度那国 并有大暴风 从地极挎起 灾祸是由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就是很大的区域 不同的国家同时 可以同时经历这些风暴 以赛书二十八章二节 汉南 主有一大能大力者 将一阵冰泊 将毁灭的暴风 将将日的大水 他必用手将冠冕 率落于地 这里讲到很多东西 有冰泊 发觉这几年有很多冰泊 很多时候忽然间 夏天又会有冰泊 冬天又会更加有冰泊 毁灭的暴风 将日的大水就是洪水 即是很大的灾难来到世界上 启示录十六章八节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 吊日头能用火烤人 这个日子是越来越接近的 即是越来越热的 启示录六章六节 我听见在四门蜜中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星蜜子 一钱银子买三星大蜜 柔和酒不可遭探 这里讲到一钱银子 即是他们当时一日的公价 即是能够只买到些少的食物 和油和酒不可遭探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会很短缺 有些人说这个油会不会是石油呢 即是以前我们以前吃的油 但会不会也包括石油呢 但现在石油真的很贵 现在就… 四元多 是的 有些四元多 一家卵 到这个暑假呢 还会再加 这个暑假 电油会再跪下去 再跪下去的时候 电油不是只是你不开车的 它所有的东西都要靠电油的 所以将来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都一起跪下 《路加欢音》21章10节 一起读一下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仗 我大神迹从天上显然 这就是说到有战争 现在整天都有战争 地要大大的震动 越来越多的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 很多地方都会没饭 现在也是的 很多难民 每一次的难民过后 那些人全部的生命 你想想印尼那时的海啸 到现在它重复了没有 都没有 那些人都是一个饥荒 那些屋都烂了 然后现在缅甸 什么时候会恢复回来呢 真的挺难 很难很难 四川什么时候会恢复回来呢 真的很困难很困难 接着可能又有第二个灾难 这也是提醒我们 这些灾难是越来越多的 圣经也说到将来 他说死屍多到没有人撞 还有没有人哭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太多了 一个死后一个 只剩下的人 根本已经麻木了 而且他已经什么都没有 是非常穷困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真的用爱心对人 是可以告诉人 真的有个神很爱你 这是警告来的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很痛苦 也有很多人问你 如果神那么爱 为什么会用到这些灾难呢 其实这是出于爱的 因为如果不是这些灾难 那些人落地獄 比在这些灾难更惨 就是让人知道 这些灾难和地獄 都是小而科 都很专闻 对 都很专闻 那些灾难 都很专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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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